大家好我是你妈喵哥 由于离开过年时间不会太长了 又到了我们很多朋友汽车保养的高峰期的 一些现在很多仰车这种大的连锁店 又开始推出一些套餐 所以近段时间陆陆续接到一些朋友的咨询 就是某某仰车所推出这种99保养套餐 到底有没有猫腻 为此喵哥特意问了一下 我在某某仰车做店长的一个朋友 给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点我从他得到一个 能够给大家明确的一个答复 就是大的这些连锁品牌 从某某仰车某某仰车 他们所推出这种超低价 就是99%的保养套餐 里面的货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本身做活动的目的说白了 就是吸引你去店里面去消费 然后让你感受到他们价格很低 然后服务很好了 然后再来你形成24%消费 3%消费 最后成为他们的重视客户 那么说到这里 第二个问题来了 这么便宜的套餐99块钱 包机油 机率还给你包施工 你到外面自己去买机油 买机率 换个公司费 现在都是50块钱 在过段时间快接近过年了 80块钱都没得给你换 现在做了情况 他们是不是亏了呢 其实我也让他跟我算了一下 他们确实是亏的 就这个答案是真的是亏的 你自己也能算到 你想四成机油 一个机率 你全合成机油 你就是算他们拿货价 25块钱一生 这算是很便宜了吧 四成机油那也得100块 然后一个机率 再便宜的机率 你这12块钱 这个112 工资费30块钱还得要 是不是 那算下来也远远超过了这个99块钱 而且呢 有一些更狠的啊 加1块钱还给你这个送一次洗车 那我们到外面洗这车 怎么也得10块钱吧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小车 30车 SUV都是这个40 50了 所以我问了一下他 他说这个他们现在99块钱套厂 作业当下来 基本上就是这个赔100多 然后呢 平台爸爸补贴一半 自己店里面称赞一半 那么在这个抗氏赔本的套厂里面 他们怎么挣钱呢 做一做生意 我不可能老是赔 赔的话 你给我趁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那就都关脏 都关门了 对不对 所以99块钱套厂 你去换机油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 他会有一个全套检查 这个全套检查下来之后 有这个轮胎检查 有刹车检查 有各种愉悦的检查 这个检查看上去是一个大体检查 时间检查完了之后 里面会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更换 比如说这个 你机油耗完之后 你这个轮胎不行了 你这个轮胎都没换 那刹车不行了 刹车就换 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说 你对自己的车子 可能没有那么了解 你对于这个维修保管理层 也没有那么了解 他们把照片给你一发 你再听他们一说 即使其他不换 你就都换两个轮胎 基本上他们的这个中间的差价 就回来了 就持平了 如果你再换点刹车油 再换点刹车片 再换点其他杂起大发的 基本上这个这一单 就利润就有赚了 假如说就是你比较懂 就像我一样 我99块套套 我换完这 我啥也不换 我就买你的99块套套 然后我再洗个车 对于你这一单 它是敬佩的 但是你体验了它的服务 我觉得它的服务各方面还不错 你下次还去 你还去的话 你总不可能老是99 对不对 你下次总得消费店 其他的项目 对不对 给你留下一个好口碑 好印象 这也是挺好的 对不对 由于现在的这个实铁店 包括这些大品 他们的货客成本是越来越高了 有些行业 甚至货客成本 都达到了这个五六百以上 气球行业 其实实际上 如果完完全全 就是靠修车来说 联行修车的话 确实大家这个 真的挣不了什么钱 所以货客成本高 大家也就采取各种各样的活动 吸引你去 然后通过这个服务 通过体验 让你感受到 这个地方还不错 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现在这些某某眼车 某某眼车 这些连锁平台 把这个你们小区 你发现没有 有好几个眼车 是不是 但是这个眼车出现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的小店 貌似生活的没那么滋润了 因为小店换个机 有公司费 就收你50 他现在99 给你把全场搞定了 你还去小店吗 你就不去小店了 这些平台 通过这个后面的这个资本 通过不断的做活动 我前期亏半年 亏一年 然后这个 你小店能亏一年吗 亏不起 对不对 现在这种小店 服务器店 他亏不起一年 他倒闭了 把所有的这个小区里面 原来这种服务器店 这种小店面 把它挤倒了之后 就剩下这么三个养车 你选谁呢 你没得选 你只能选这三个养车 对不对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最后大家都懂的 就像现在这个社区团购 它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是吧 把这些小店 大家都挽垮了 最后呢 你想洗个车 想换个机 又想干点什么 就只能找他们家了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资本揭露之后 在很多行业 一个官员的套路 为了这个后面的 这个所谓的参业打算 我们从打车上面 已经能够感受到了 是吧 当年这个各种补贴 各种这个免费 各种这个低价 到现在呢 是不是跟市场价已经一样了 就是这个道理嘛 对不对 为了后面的长远收割 所以涨时冷着现在的痛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的分析 大家都清楚了吧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养车 会推出这个99这种全包的套场 让你得到实惠 如果大家觉得 喵哥给你讲清楚了 给喵哥点个赞 给大家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